大家好,这一期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菲律结单的一些小技巧 在开始之前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新制定的一些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里的这个自动回复 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设置一下自动回复的内容 点进去之后,然后这里有一个设置这个自动回复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内容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回复 这个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消息的响应时间 第二个就是新增了这个会员功能 大家可以去帮助中心去搜一下这个会员plus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会给到一些解答 然后回到我们今天所需要讲的内容 首先第一步切换到这个买价模式 在这个上面的菜单栏或者是搜索栏去搜索我们所擅长的一个领域 也就是你擅长的专业 然后找一些卖的比较好的或者是评价比较高的这些内容 然后研究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点 然后发布任务 这里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上场领域不一样 所以这个没办法细缩 因为这里面上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并且每个领域的它要求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探索一下 第二个就是尽量的通过这个平台给到的测试考核 我们可以去这个卖战模式去看一下 然后在这个自己的主页里面 下面有一个这个测试考核 尽量的通过一到两项 我这个的话是涉及到一些专业的软件的一个知识的考核 总分是十分 大概是应该是六分以上才及格吧 然后考核的时候 大家是不能够切换到另外的界面的 也不能借助翻译软件 也会有时间限制 这里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翻译不是很熟悉的话 可以另外找一个笔记本 或者是你的手机带扫描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我没有试过 大家可以试一试 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七个任务都发布完成之后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接到单的话 肯定就需要调整一个方向 第四个就是最开始发布的这七个任务 如果是一级卖家可以发布九个 因为我是一级卖家 然后因为这个完成任务的这个时间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所以现在已经取消了 过一段时间应该会重新再回来 七个任务里面至少要有三到四个是五美元的这个价格 然后工作量尽量简单一点 也就是半个小时以内可以完成一个任务吧 如果说工作量太复杂的话 这个是不划算的 再就是尽量保持在线的这个状态 因为你点进去之后 这个左小角会有一个在线的一个显示 这个是不在线的 这个当这个点点是绿灯的时候 它才是显示在线 这样的话会给买家一个更好的体验 就是别人提到的问题 你可以第一时间回复 如果游戏人可能不在电脑前面 可以下载一个手机版 第五个就是这个沟通成本的问题 在这个上面 如果说你英文不是很好的话 尽量不要上传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任务 尽量减少沟通 这样的话你才会更有效的完成买家的需求 这个也是方便你 也是方便买家 因为如果买家提到的很多问题 你答不上来的话 这个会严重的影响这个效率 好吧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个也不太明白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 谢谢大家